我们看选择章 我们这里边讲的选择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预测之后 针对预测结果而采取的决定和取舍 这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 是针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择吉 人生的吉凶 由天师弟弟人和三者共同决定 择吉属于天师的范畴 天师一个为生辰八字 一个为行事的日课 人生的一些关键活动 如果不注意择日 使用了不合适的日课 给当时人会带来很多不便 甚至凶险 所以在重大活动筹办之时 需要选择一个好的日子 即时辰 这样人生的重大活动才能更好地往前发展 对于这个择吉呢 古代有很多的理论和方法 非常的多 由于老黄历选择的 由于生辰八字选择的 也有太阳这个星宿选择的 和落调星等等 很多很多的门派 择日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 单靠一门一派也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在实践当中需要多种用法综合使用 抓住关键的这些因素 这样才能找出更为吉利的意思 更为吉利的日子 前面遁甲在择日方面 功能是非常强悍的 一般的用神 就是年命 趁吉神及格受生 无空王 木形 反影 门破等 为吉利可用 也就是看这个年命的命星命工 一般这个需要趁吉神及格受生 如果要寻求一个万吉的日食 则要配合这个 兜首五行 太阴太阳 吉凶神煞 这些方法 进行综合择日 各种说法都参考的这种选择方法呢 很难得到一个理想的日子 用的一般的择日 只用其中的证件就可以了 比如呢 选择结婚日子 以双方年命 回避空王 畸形 入目 反影 门破 白虎 炫舞 等日食 如果趁吉神及格受生 一般就会可用 得三奇 或者三奇门最佳 以此类推 其实其他的各类活动 都需要选择这个 千迹两盘 趁吉神及格 受生的日食 尤其是年命 年命 用人的时候 回避 趁凶神凶格受克的日食 尤其回避的就是这种 白虎 藤蛇 炫舞 死门 入目 畸形 反映门破 这些诸多凶事 另一种选择就是决定取舍 决定取舍 这个决策 就是在预测结果出来了以后 给出的决定和取舍 比如说是求财 为不成 损财的这个结果 建议当时就不要继续 这也是一种选择 关于这方面 在本书内战的部分 有很多的案例 这种选择就是 功效很大 但是十分隐秘 治病于未发之时 先生于未战之客 预测出了结果 进行相应的决策取舍 所以 请问这家 也是决策学 关于风水造造的责任 我们单独在窄法章 进行系统的论述 好 我们看选择章的一个案例 颜总是经常到我这来咨询的一个客户 2010年5月 颜总给自己的儿子选取结婚的日子 大概时间在国庆前后 我根据两人的这个声称年月 尊重选择了2010年10月12时 我们来看 南方的年面1987年丁玛 女方的年面是1989年几四 我们看这个盘局 大局福隐 利于婚姻为长久之事 石干的甲午心福隐 与之夫同工 南方成六合集神 天府集星 女方成九弟集神 天英集星 不空不破 为结婚的粮食 从这个司柱来看呢 银五须啊 银五须三合火局 饼日贵人在猪和鸡 所以月令为贵人 望向有利 这一天结婚是非常激励的一个日子 选择的思路就是这样 聪明的学员呢会举一反三 在其他类别的择日当中 你这样的思路来进行 可以选择出对人生重大活动有利的日子 造葬择日是风水方面的应用 我们在展法章系统论述 这一天 本集完 我们在展法章系统论连 并且在展法章系统论连 我们在展法章系统论连 在展法章系统论连